罗天冒险等接升到了45级 圣仪物主刷了绝缘本、草本 出了以下圣仪物 人物方面 行秋二绝缘加二战狂 面板是这样的 相邻二绝缘加二学士 面板是这样的 每天三小时 灵克深渊挑战 第27天冒险开始 今天的目标依旧是圣仪物刷取 接着我们进入深渊实测 看看我们现在能打到第几层 首先我们把欠的无象雷先补上 跟着把菲希尔突破 然后直升79 接着是每日任务 顺便把冒险等接奖励给领了 下一个勤子任务 今天任务会经过海螺赌方 来到果断赌一手 搞定回来交任务 跟着是小卷婆婆 任务目标是海乱鬼 奖励依旧是普通宝箱 每日必做搞定 我们先做个鱼群大爆发 解锁钓鱼 为相邻的鱼叉做足准备 萌星前期钓鱼的时候 记得换取这个鱼线稳定器 这会让你后面钓鱼轻松很多 保定我们打开卡池 距离石抽还差200多元石 刚好昨天前瞻还有300元石 元石到位 站在大伟哥旁边沾沾米气 直接石连 紫光闪过 一把西风猎弓 行秋直接一脚 送大伟哥回家 这里我们稍稍跟进一下 虚米主线 海哥 尼路 多利 迪西亚纷纷登场 这里我想问一下大伟哥 3.6的常注 我还能见到迪西亚吗 不可能啊 接着我们打开常注 还差三抽 那就突破人物 领了三法 领完直接十抽 紫光亮起 多利再次见面 收拾心情 我们剩一物走起 今天先下草本 出货太差 前面就直接不看了 这里连着四个这样的 应该足以证明了 接着我们来到绝缘 一趟下来 追忆和绝缘各占一半吧 唉 先不刷了 我们先来深渊实测 第六层直接开干 上半 风主 班尼特 湘灵 莱伊拉 下半 菲谢尔 科莱 行秋 巴巴拉 按着这个队伍 我们一路直通 深渊部分比较漫长 所以这里就直接跳过看结果 战斗结束 深渊六到八层 全部满星 对于45级小萌星 这很合理吧 最后我们把没用的剩衣物 直接三换一 换出了宗室治疗头 班尔狂喜 这也很合理吧 趁着运气再现 想着再换一轮 刚好 三小时已到 阿伟请下机 做个27天的小节 秦子任务做到了第五天 小卷任务做到了第五天 钓鱼功能已开启 主线做到了奥摩斯港 武器持十抽出了西风猎弓 常驻持十抽出了多力 深渊一到八层已全部满星 剩衣物三换一出了宗室治疗头 冒险等阶还在45级 今天就是这些 我们明天再见